这种菜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非常的绿色健康 大家好 我是猪厨 这期为大家分享这道南瓜藤的做法 南瓜藤也就是煎南瓜的秧 种过南瓜的都知道 它的藤蔓呢 会长得到处都是非常的多 在处理南瓜藤的时候 把后面老的部分的去掉 再把表面的这层纤维厚皮呢 把它去掉 前面一些比较嫩的就可以直接吃 用手呢 把它掰成小段 全部摘好之后 用水清洗干净 准备好几颗大蒜子 用刀背呢 简单的拍一下 原材料全部准备好 清洗干净的南瓜藤 能吃辣的可以放些小米辣 拍好的蒜子 南瓜藤在炒的时候呢 先焯一下水 水开之后 南瓜藤放入锅中 焯烫至三四秒钟 锅中放入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呢 把拍好的蒜子 放入锅中煸炒出香味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放些干辣椒 或者是小米辣煸香 煸炒出香味之后 再把焯好水的南瓜藤倒入锅中 简单的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下面开始调味 调味只需要放入少许的盐味精 少许的白糖提鲜 最后再开大火翻炒至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清香爽脆的南瓜藤就做好了 非常的好吃 一道原汁原味的绿色农家菜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道菜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本期的美食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